哈囉,大家好,我是瑞甲 很多人看我的影片都說 很想要有一個日本人的男朋友 每次看到這樣的留言 我內心都是波濤洶湧 波蘭萬丈 因為日本男生真的不是像文當這樣啊 文當一開始也不是這樣啊 他是我調教了四年半的成果啊 好,失態了 我們先把話題拉回來 今天的影片就是要給大家解答 日本人到底都會去哪裡認識另外一半的呢? 今天這個影片當然不是要說那種 學生生活、社團、打工那種有自然的相遇的情形 我的頻道呢都是要跟大家講 更深、更深、再更深的日本 所以今天這個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日本人出了社會之後 以結婚或是以特殊關係為前提的情況下 不要問我特殊關係是什麼意思 到底是怎麼找對象的呢? 日文裡面有一個字叫做 婚活、婚活 為了結婚而進行的活動 類似的用法呢還有 救活、修活、為了找工作而進行的活動 中活、修活、為了死亡而進行的活動 恩...為了死亡 顧名之一就是寫遺書、買靈鼓塔、拍遺照之類的 日本人做這些都是很嚴謹很謹慎的 好啊,那終於要切入正題了 第一個 國功、聯誼 日本人非常非常愛聯誼 還在念大學的時候要聯誼 出社會也要聯誼 聯誼基本上呢 人數會比較少 那規模也沒有那麼大 認真找對象的人比較多 通常都會在比較正式一點的餐廳 比較少會在居酒屋進行 大學生那些比較常處的居酒屋 辦派對啊什麼的 通常會有一個男生或是一個女生當幹事 就是我們俗稱的總召 總召召集全部的成員來進行這個聯誼嘛 那除了在餐廳吃飯 有很多是以興趣或是活動為主題的聯誼 也很受歡迎哦 例如打羽毛球 爬山 或是玩桌遊 等等的活動 那這一類的聯誼呢 比較會讓參加者有共同的話題 也比較不會冷場 大家最怕冷場了吧 我自己是還蠻怕冷場的 其實沒有遇到喜歡的人 也可以遇到 還有興趣鄉頭的朋友 畢竟出社會之後交朋友就很難了嘛 那其中我聽過很有趣的是淚婚 眼淚的淚 婚姻的婚 這個淚婚怎麼進行呢 它會讓參加者一起看一部感人的電影 然後一起討論貫後感 對於害羞的日本人來說 像第一次見面的人就看到自己最深的情緒 是一個很嶄新的做法 而且容易讓參加者找到跟自己有共同感受 價值觀比較相近的對象 最近這幾年還蠻流行的 那另外還有些呢 是特定單位協辦 這種的話可能又會再正式一點點 例如最近很流行的 街道的街跟溝空的空 人數大概會有100到300人 有些更多的話甚至會到1000人以上 那主辦單位呢 就是有可能會跟整條街很多飲食單位簽約嘛 那這些參加者就可以在活動區域內指定的 各家餐廳慢慢的聊天散步啊吃飯 在各個店家內 只要出示你是參加者的手圈還是名牌 是貼紙什麼的 證明你參加者就可以進去了 一開始這個溝空的起源 一方面當然是要促進男生跟女生 或是你跟另外一半相遇的機會 另外一塊呢 是為了地域活性化 因為有些地方可能大家沒有那麼常去 還是這裡的商店街有很多好店沒有被大家看到 就希望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讓這個地方更多人來觀光 那現在看起來是蠻成功的 那我自己有一些社長的朋友 或者是在很大的公司裡面工作的女生 他們就會參加一些level比較高的聯誼 現場就像是美劇 還是那種童話故事 那種很豪華的party 男生通常就會被要求年收 社經地位 還有一個業界的知名度 就是你一定要是有頭有臉的人 你才有資格來參加這樣的派對 女生的話呢通常被要求的就是你的長相 還有你的舉手托足 有沒有很有氣質 或者是你的家庭背景是在東京的高級區出生之類的 你們看是很現實很殘酷很恐怖 我看到這整個起雞皮疙瘩 但這種場合最能看清楚日本在門當戶對 對象選擇要求那個最血淋淋的一塊 然後還有一個可能對男生來說也很血淋淋的一塊就是 這種高級聯誼的話 女生通常是不用付錢 男生有可能是要付費參加的 因為對女生來說 他們的聯就是他們的門票 第二個 湘西屋 愛世紀啊 湘西 愛世紀 這兩字的意思本身就是併桌 那這些叫做湘西屋的地方呢 他們本身就是為了聯誼而存在的餐廳 只要店家有營業 你有空 隨時都可以參加 比起要事前報名啊 或是你還會找人的一般聯誼 還要自由度更高一些 那來這個湘西屋的人 通常會是交朋友的目的居多 客人進去湘西屋之後呢 店員會依照雙方的人數來安排併桌 男生的數量和女生的數量 然後湘西屋有規定哦 不能一男一女進去 一定要兩個男生兩個女生 或是一男一女 接下來就會讓雙方客人自己聊天吃東西 那一般的湘西屋呢 有個針對女性的福利是 女生是不用付錢的 店裡面吃的喝的全部都免費 喝的包含酒哦 因為在日本一般喝酒也是蠻貴的 男生的話則是依照時間計費 價錢大概長這樣 不知道大家要講什麼 大家一定會覺得這個也太不公平了吧 但這個也反映出 日本社會男生在尋找另外一半 比女生還要男的一些現狀 那這樣自由度高的湘西屋 反面也會帶來一些風險 例如客人的素質不平均 有時候遇到一些讓人感覺到 比較不舒服的參加者 例如狂開黃槍之類之類的 或者是在店裡面 男生女生的數量不平均 可能等很久都沒有辦法併桌 但是如果你遇到自己不太喜歡的併桌對象的話 是可以跟店員說的 那店員就會用比較沒那麼尷尬的方式 讓你們換座位 這塊是我自己覺得蠻貼心的啦 那我這裡也提出兩個 我自己有去過的湘西屋種類 第一種湘西屋應該比較多人看過 它就比較像是一般的居酒屋 那菜色也是一般居酒屋會有的 炒麵炒飯這種比較B級美食 大眾平民美食 對男生來說價錢也會比較便宜一點點 那第二種湘西屋是進化版 它的裝潢非常的豪華 食物也比第一種的居酒屋的湘西屋 還要更豪華更漂亮更好吃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真的受到很大的衝擊 就覺得這根本就是一般的飯店的極了 但是女性也只能吃一到兩到 沒有像第一個居酒屋是一樣 可以完全這樣隨便亂吃吃到飽 但是喝酒和飲料是無限暢飲免費的啦 那通常是這種比較高級湘西屋的女生 他們打扮會比較再認真一點 櫃檯人員也會省盒念不資格進去 所以當然男生的消費就再更高一點點 3. 交友App 日本的交友App叫做 因為以前日本有很多人都利用這種交友網站來進行詐騙 所以日本在2009年有正式修法 使用交友網站的用戶都要提出身份證明 證明已經成年了 而要提供線上交友服務的公司 需要提出書面資料 審核過了之後才可以經營 那交友App跟網站像以前有太多了 我就不拿出來一個一個介紹這些網站 這個影片就是要認真大家講那些交友網站的特色而已 首先男生幾乎都要付費 女生是免費的 沒錯 現實就是這麼殘酷 大部分的網站都會向男生收費 一開始註冊的時候可能不用付錢 就是你看女生然後覺得很可愛按讚 到這個階段可能都還不用付錢 但是只要一配對成功 你要和這個女生聊天的話 就要付錢喔 不付錢就不能聊天 那都已經按讚 對方都回饋了 當然就是要付錢啦 另外一個我自己覺得很有特色就是 非常的注重安全 很多比較正規的交友網站在登錄的時候 都會要求你要付上你自己的證件 要確認的東西就是我一開始講的 確認你的年齡 還有確認你單身 就是你沒有結婚 還偷偷再用交友網站 想要找小三 還有本名 證明你的會員資料裡面沒有造假 而且很多會員資料都會寫得很清楚 包括你的興趣啊 身高 學歷 年薪 有沒有帶著一個孩子 抽不抽菸 喝不喝酒 在家裡的排行 你是不是長子還是赤子 寫得很細有沒有 還有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都是要AA還是男生付錢比較多 他們就是真的寫得這麼細 寫這麼細也不是要調查人生家資料 就是要讓你配對到跟你價值觀比較相近的人 好 那以上這個影片就是日本人都去哪裡認識另外一半 還有日本人認識另外一半的方法啦 但是講了這麼多 我覺得會不會遇到適合自己的還是要看運氣啊 我在認識文當之前也跟很多男生約會過啊 但是到最後都沒有真的在一起 而且其實文當一開始也和我沒有那麼合 然後可能條件啊 我們兩個都很多不是對方的條件嘛 例如我是外國人 還是我覺得文當太黑了 因為我喜歡很白很白的男生 但是我覺得要找到個性真的很適合自己的人 也是自己要努力去適合對方 跟文當交往這麼久 我最大的體育就是 愛情真的是一起努力互相調整的 好那這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有你們不知道或是什麼好奇的問題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會回應 因為我有可能影片裡面沒有講得很清楚 那這樣子啦 掰掰 拜拜 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 例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 お祭り気分で行けばいい 今この時が大切だから 就いた 你也有了 是 我 太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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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